今天因為是韓國瑜主持 我想特別特別的熱鬧 韓國瑜在今天 是不是真的把整個場子都熱起來 另外一方面是 在剛才稍早侯友宜致辭的時候 他還請託催票 他說他未來要組聯合政府 邀請柯文哲一起治理國家 不是給新潮流來治理國家 還有趙少康也特別高喊著 要換人換黨做做看 現在就是要換成國民黨 好不好 來我們來請大家來看一下 這是在今天稍早造勢現場 先來聽聽看這個 亮哥 你的意見呢 因為今天這是在台南 台南的造勢現場 我台南 因為最近吳子佳常常去台南 他發現台南的盤有點變化 怎麼說 事實上上次謝龍介他只輸 黃偉哲43比48 事實上這次南部 台南跟屏東都會有一些變化 因為蘇清泉也選得不錯 所以賴清德比較強的 應該只有高雄跟嘉義 那台南跟屏東 這次應該會追得蠻近的 不過因為還有柯文哲 事實上我剛剛就跟吳子佳在 在那邊討論 他認為賴清德在台南 能夠選到50%就不錯 這樣就已經低很多了 因為他喊出來的目標是60% 可是目前看起來不太可能 因為有一堆力量都已經離開了 比如說陳永和里長都出來造反了 對不對 還有上次那個crazy Friday 也都出來造反了 就是然後黃偉哲 你也知道他政績也不怎麼樣 這個登革熱還爆發第二次 所以他們問題很多 還有盧渣一大堆 所以我認為 事實上你可以看 那個選舉最重要 就是看一個人 最後那兩個禮拜的面相 所以亮哥看的感覺 你的信心會寫在臉上 他講得很對 就是你的氣好不好 賴清德我認為在 你看最近幾天 他通通都在打中國界選 那又被捲進去高端的弊案 然後又扯到什麼廢死 他在躲避廢死這種議題 那高端要不要公佈合約 他也跟黨內又搞成不同意見 對 沒錯 他最近給人家感覺就是打不出議題 所以都回到意識形態的議題 就是中國界選 抗中保台 可是這個尤其是界選 界選我認為 這個檢調動作太大了 這得罪太多人了 查里長啊 可能會變成駐隊友 因為我跟你講 你如果被人家約談 你回去 你可能會不敢動 可是你就批命打電話 批命打電話 那比如說我隨便講周典論 周典論你把人家收押 那同掛的人一定會想啊 說不把你推翻 搞不好我們全被抓 就這種心情會出來啦 我認為這個就是 他以為他在幫賴清德啦 結果變成駐隊友這樣 所以這個其實是賴清德的進選 這個是最後兩個禮拜才出現的變數 可是最後兩個禮拜 通通都不利於賴清德 因為沒有民調嘛 所以就是各種口傳情緒會慢慢散開 那賴清德我認為他是逐漸被拉進當中 所以真的很難預測誰會當選 現在真的是越來越難以預測對不對 而我們剛剛在談 就是在今晚這個現場呢 剛剛稍早說 標題寫現場破3萬人 我還有聽到有3.5萬人的 這個韓國瑜他在致辭 特別有針對 是不是總統投科院長挺韓 他說沒這種說法 要集中選票投什麼呢 投侯康 投侯康 今天剛剛稍早像這個友台也有直擊到 今天晚上侯康7點大進場 現場已經是坐滿滿滿 侯康花了5分鐘從台下才走到台上 那麼現場許多的民眾說 下午3 4點鐘就前去佔位子了 所以這個其實真的人氣 真的不一樣了 別忘了這可是在台南 還有這樣子的一個氣氛 代表什麼呢 那我也想請教一下洪庭 因為剛剛稍早他也在這個現場 你的觀察如何 洪庭 坦白講我這次去台南我滿訝異的 就是說我到了欣盈 我到了陳以馨的選區 到了周鴻昌的選區 我想特別談談第一選區 我覺得這個選區非常特別 這個選區呢 我們提了一個非常非常年輕的 完全沒有政治背景 那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醫生 後來在藥廠當所謂的策略長 這個候選人叫周鴻昌 大我三歲而已 他之前完全沒有任何政治脈絡 可是你知道他的對手叫賴慧元 賴慧元這幾天 不管是蔡英文也好 不管是賴清德也好 全部都下去 拼命在救他 那原因其實很特別 你用了救這個字 用救 那我就覺得很特別 我今天去我還跟他講說 哇 你真的了不起 我真的覺得你是現代的張明甫 一個人把所有人都引過來 然後掩護我們其他選區嘛 但是後來我看到一個文宣以後 我恍然大悟 這個選區很特別 民進黨自己窩裡反 有一個叫做魏耀錢的 前立法委員出來選舉 我今天看到魏耀錢最新的文宣 我後悔沒有帶過來 直接上面寫什麼 直接上面對著賴慧元 直接寫說賴慧元 你就是光電業者的小咖 你就是他的小孩 然後每天直播就一直在講 他收這個業者的錢 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但很特別是什麼 我看到這個文宣 我看到說這個看起來百分之百 要是一般在台北 大家就說趕著黑寒嘛 但是賴慧元完全沒有告他 也沒有任何反應 這不是有鬼嗎 這百分之百你就覺得就是說 賴慧元他被講到什麼 他沒話講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當我在看這些問題的時候 然後當我們走在黃昏市場的時候 我其實滿訝異 你想想看我雖然是個雲林小孩 但是大部分時間都在台北 特別我在大安文山區 坦白講在市場那個感覺 在大安文山 國民黨的候選人是相對溫暖的 但今天我到台南我滿訝異 就是我們平常已經做 而且這個選區 這個市場特別妙 四年前我跟王鴻薇 陪祝祝姐姐走過 但是四年後的感覺 其實我發現確實有不一樣 開始有很多人他是說 你們要加油 不要再讓他們做了 所以我回過頭來 我認同剛剛亮哥所提到 吳子佳總統長的分析 就是說台南這一次我認為 賴慶德不會選得太好 那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很簡單 最大的原因就是 共犯結構畢竟是少數 而在台灣這種南部 比較純樸的地方 我跟你講你在裡面做什麼 鄉親都知道 久而久之鄉親都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現在剩下挺他的都是什麼 都是得利者的圈子 可是更多的是什麼 更多的是這幾年在台南 被你這樣子惡搞的民眾 還有看著這些跟著你一起 什麼飛黃騰達的這些人 在囂張的這些民眾 所以你看光電這件事情 看起來在台南的水 是真的很深 但是老百姓雖然沒有講 但是他們心裡都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 我剛剛講的鄒宏昌 這個第一選區 大家覺得說不要看 這個選區是有一點機會的 我遇到乙姓 乙姓也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選乙姓 我絕對拿的會比上次都好 因為大家在那個氛圍裡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包括我自己 你看四年前 四年後 我到同一個地方 那個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那我覺得就歸類 我剛才講了兩點 第一點就是什麼 第一當然明星思辨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藍的 白的 在辦廠 廠子的人都非常的熱 再來我覺得第二點才是真正的關鍵 也就是說不要把老百姓當傻瓜 你們這幾年幹的這些事情 特別是連你們自己的人都出來講的這些事 那對這些鄉親來講 這種很純樸的 坦白講南部的人真的比較純樸 當他看到衛奧錢講這些話 賴慧原又不敢講話 衛奧錢的背後力量是紓患智 當他看到他熟悉的人講這些話 然後你賴慧原又不敢反駁的時候 你覺得這是什麼事情 當我看到那個文宣 我說這個很兇 這個看起來像黑啊 但是人家都沒有告 那就表示什麼 然後我剛剛特別去看衛奧錢的臉書 觀眾朋友也可以去看 每天都在直播講光電必案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平常在電視上看不到的 但是鄉親會不會知道 這些其實都是鄉親知道 所以這一次我認同剛剛亮哥所提到 你說這一次賴清德要在台南拿得好 不可能 亮哥其實說真的現在很多人 他不一定看電視 他都看了網路 然後網路上面有的時候 什麼什麼什麼影片講了些什麼 大家互相傳 剛剛在講你說什麼光電必案這種事情 你不交代個清楚 還有高端呢對不對 高端的事情其實每天都有什麼 新發展 包括有綠油有的啦 包括什麼還有這個 高官跟賴進辦的人在那裡密會 在那裡在談些什麼 就是格外的引人聯想 起人疑鬥啊不是嗎 亮哥 因為不知道廖偉翔手上有什麼資料 你怎麼敢說股東有1000個民進黨員 那 股東名策又沒有黨員的標誌 你怎麼知道有1000個黨員 所以股東的名策外流 我是說料一下為什麼敢這樣講 對 他們招的時候 他為什麼敢這樣講 他就去招 因為民進黨的黨員的名策外面是找得到的 搞不好他真的派人去對 他真的有去對了的話 所以他們當然想要問薛瑞仁 說到底股東的名策是長什麼樣子 因為他不知道廖偉翔手上還有什麼 因為他現在就卡到就是說 他如果直接公佈 可能會違反個資 可是如果是政治弊案他就不管了 因為這個案子是國民黨三個 台中的立委候選人聯合打的 而且目前台中跟桃園 事實上是最緊張的 一不小心就翻盤六個我跟你講 這是聯動的 激戰區 廖偉翔本來大家都認為他機會不大 結果現在就非常接近 他的對手是張料萬間 那多強啊 多強啊 所以很多地方都這樣 事實上陳以信那一區 還比周鴻昌機會高一點 因為那一區三個人在選 那個地表最強里長也出來選了 那他的對手是王定宇 那一區其實沒有那麼綠 大概是55 45 所以就看陳以信怎麼選 到南部去選手都要夠辣 一定要像衛藥前這樣 像徐鴻庭那麼斯文就沒用 就是要夠辣 那部選舉真的是這樣 的確 而且現在其實大家就在看嘛 那你剛剛就是說 你賴清德跟你其他的黨裡面 是有不一樣的意見啊 那你要不要趕快公佈合約呢 對不對 沒有公佈合約是有什麼問題嗎 當然有問題啊 對啊 沒有 因為他在辯論的時候 他承諾要公佈 沒有啊 然後要解密 但是從辯論完到現在已經幾天了 幾天了對不對 大家就在等了 然後就是一拖再拖 因為別的力量反對 對啊 所以啊就這樣子拖著 拖著啊 那就可能什麼 有鬼 對 就讓大家就覺得更是有鬼 有問題才不敢公佈嘛 不然就公佈啊 有什麼好不能見的人 對不對 為什麼不能見光 對啊 然後什麼都是都說 封存 什麼難道也要封存嗎 還有什麼股東 然後後來說不是股東 是董事會就可以 那我們就要問啊 那董事會有什麼不能見光的 然後就公開嘛 我們要問第二個問題 你政府當初為什麼跟董事會 簽一個保密條款 是 我們就想不通啊 你政府跟董事會簽一個保密條款 是什麼意思啊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就是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講明文集幾乎 因此說不用了 以為你的花絲 可是你有沒有聽到 看見你的花絲 在花絲 在花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